所以我們在中間找到有一道 你有吃過板豆嗎 陶維市政府文化局在今年舉辦閩南文化節 其中在11號舉辦中泡菜板豆比賽 共有來自全國各地食子不登泡菜團隊到場 以喜宴菜作為主題 共用五道指定菜色漢五道創意料理來PK 有一個人跟你說 這個世界騎逃逃 要是阿姆煮的族民最好 就是標示我們這個 真甘古早味 是非常值得來推廣的 那這個比賽是全台灣來報名 有最遠來自台東 透過不同的地方的口味 不同的廚師 他們有一些特殊的工法跟技法 來調味出最適合台灣人喜歡的口味 所以我們要請來重量級 重磅級的評審 來評他們的如何色香味俱全 要擺盤 味道也要好 所以我們也希望台菜能夠取得年輕人的喜愛 然後我們也希望這個板豆的團隊 能夠更加的翻新 就是讓台菜能夠上得了國宴的舞台這樣子 前來參賽的總後賽也介紹了自家的拿手好菜 期盼能與大家分享板豆菜的好滋味 我第一次來參加這個大型的比賽 是感覺到說是蠻興奮的 我所帶來的是高雄美農傳統的客家口味的菜餚 這個都是傳成一家紙的菜 這是我阿公流傳到我爸爸 我爸爸在傳給我的 所以看到了這個高麗菜風也是獨特手法 還有豐肉也是一樣 然後因為我們的手法比較特殊 我們是經過風的方式來呈現它的味道 所以我光煮這個風肉至少要四個小時以上 所以它的口味是蠻道地的 客家菜的特色是說鹹香酸 因為現在的人的養生習慣的改變 所以香 鹹的話會適中了 酸度也會適中了 可是香氣的保留一定是有的 是覺得大家吃得開心才是最重要的 對啊 民眾 大家開心 對啊 當天現場也邀請了五組婚齡不同的夫妻 來到現場走紅毯 體會舉辦版德婚宴 當天也開放了一百桌給民眾認桌 先前線上七分鐘就秒殺一空 不僅有三代同堂前來吃飯 也有三五好友香酒一起來 認為十分好吃又特別 因為想要體驗版德的文化 今天這樣走還蠻感動的 十年了還可以再走一趟 那種紅地毯還蠻特別的 然後希望以後還有機會 再可以再報名參加這種活動 今天跟朋友一起來吃飯 你覺得怎麼樣 很棒 很幸福 很幸福 因為很喜歡吃這個 就是像版德一樣的菜這樣 剛好我們這位有搶到 就是名額很有限的這個桌子這樣 那今天來吃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 目前到上到這樣 目前這樣都還不錯 對 疫情期間很少這樣相聚 就是希望大家以後有這種活動 都還可以一起參加 比賽也邀請到了 專業中泡菜與學者來擔任評審 他們不僅從一趟 便緊盯著各個中泡菜參賽團隊 晚上也安排了收菜環節 向現場民眾介紹各道經典版德菜的特色 評審們表示大家都很優秀 很難評判 但還是會從色香味三個方面 來選出最具備版德精神的料理 與有優勝者 大家都很用心啦 所以評起來分數也都是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很難評 所以很辛苦 我寧願去做我不想當評審 對 時間還有每一道的色 你要先看嘛 顏色色香味嘛 都要到 人家說有古早味有台灣味才有人情味嘛 所以味道一定要到 要有伴桌的味道 既然伴桌你要做出伴桌的味道 這樣才是真正的伴桌嘛 台灣伴桌就是最好的團聚 最好的那個 大家一起聚啊聊天啊 是最最最有 人最多的時候啦 誓服期盼投國活動 不僅在下一代認識版德文化 也投國比賽將各項版德菜色 能繼續被傳承下去 讓大家祈祝古早味料理和版德的精神 發揚獨特的版德文化 記得劉宇婷 台灣人報導